大家好 在之前的课程中 一直没有讲过 WPML和WooCommerce的做法 那么我们现在准备用极客时 把WooCommerce做多语言网站的方法 给大家讲一下 使用的环境是 阿里云ECS服务器和宝塔6.9的版本 用的是Avada主题 也是目前最新的6.03 Woodpress也是最新的 导入的是Avada的Classic Demo 这个demo和之前的不一样 名字虽然一样 但是外观变化很大 这是它的产品页 我们点一下 看一下产品详情 这是详情页 我们来看看 WooCommerce产品如何做多语言 我们还是从头开始 先安装WPML 在安装WPML插件之前 一定要先备份网站的 站点文件和数据库 WPML用的是4.2.8 这个版本 因为安装方法在之前讲过 在这儿就不详细讲 大家直接看演示 这个插件放在百度网盘上 因为有些地区 是不能访问百度网盘的 遇到这种情况 大家可以给我发邮件 因为WPML是一个大插件 和WooCommerce也差不多 比较吃服务器的资源 所以服务器的性能 特别是内存 尽量的高一些 现在要设置当前内容的语言 也就是网站的主语言 设置成英文 可以把简体中文 设置成第二种语言 如果你的网站 是一个中文网站 网站的主语言 应该选择简体中文 我要增加简体中文 选择主菜单 选择列表的方式 国旗 保存 再菜单添加WPML Wedget就不要了 页角也不要 下一步 发送主题和插件信息 不发送主题和插件信息 这是兼容性报告 发送吧 输入注册密钥 注册 谢谢注册WPML 给这个网站 接下来它让我安装可选插件 这节课的安装先到这儿 我们下节课继续 我们下节课的安装是 我来一战